我们要再来看到的是政坛方面 国民党台北市长党内初选 明天就要党员投票了 这会占初选的三成 再加上民调结果占七成 最后初选结果也会在明天揭晓 不过就在前一天 参选的国民党立委蔡振元 打出了气宝牌 公布自己记录的电话民调 说自己呢 输太多了 他决定不选了 忽悯国民党员能够气蔡宝连 而这位连指的就是连胜文 蔡振元说 党内初选民调出现了科文哲假象 部分的受访者在前几个问题 支持科文哲 最后却转向支持丁守中 显然是绿营支持者 在故意灌水操弄民调 这个呢 因此他要呼吁党员 要弃蔡来保联 国民党中央委员连胜文 请跑基层拉选票 台北市长初选进入倒数阶段 而原本的对手立委蔡振元 因为自认民调落后太多 突然宣布退选 还呼吁党员支持连胜文 知道这项消息 连胜文表示感谢 感谢蔡委员 他是说这个 宣布他支持我 那这一点我非常感谢 我想在竞选过程当中 蔡委员展现了高度的 高度的这种民主的风度 我想我跟蔡委员 都是财经背景出身 那我们在政策的理念上 其实最为捷径 那我想很多他的很好的政策 如果未来我能够当选的话 也希望能够 把他采纳进他的政策 这个就证明 从头到尾 就是蔡政元在打假球 在帮连阵营在掩护 侧翼的做攻击手 那么一路在抹黑 打击这个丁守中 这种明显的是违反 我们选霸法第97条 里面相关的这个规定 我们的选霸法里面 不准有搓原子汤的条款 也就是说不得以任何 不正的利益契约 然后要求一方参选人退出 对于蔡政元退选 丁守中火力全开 更质疑公布民调结果恐怕违法 连丁两人炮火猛烈 话说得越来越重 丁委员在前天把我骂得勾血临头 昨天又说跟我情如兄弟 今天又开始骂我 所以这样子变来变去 我也不知道到底在说什么 我只是认为说 竞选应该是像我们这样 越选越有信心 而不是越选越失去理智 那么而且对自己的同志来讲 我们还是希望他能够学学蔡委员 不要一天到晚攻击抹黑 或者侮辱自己的同志 我想这样对国民党团结 是有很大的伤害 他讲说我是要被过去淘汰的老人 那么我们就讲说世代交替 不是世代交替 应该是权贵的交替 我们讲说世代的年轻人 谁最懂年轻人的心声 我们从头到尾没有抹黑连胜文 倒是我们看到连阵营 用蔡振元做彻翼的打手 他这边做好人 然后两手的策略在打丁守中 言语上较劲 证件上攻防也互不相让 连胜文提出的市政中心西签 被丁守中批评浪费 而且还是错误政策 那有人说浪费 各位会讲浪费两个字的人呢 基本上这样的说法 我一听就可以知道 这是完全欠缺财经背景 完全欠缺经济思考的人 说讲出来让你奇效皆非的话 我在经济委员会长年的评见 最机忧的第一名的立法委员 怎么会没有财经背景 他这个才是你到基层 你们大家都可以去问问这些市议员 有哪几个支持他 对不对 问到的市议员大家都摇头 党内初选白热化 双方针锋相对 蔡振元不选了 未初选投入震撼弹 年龄两人选情 势必会出现变化 云南TV代表圣萧炳宁 台北报道